清晨天还没亮 蓝衣男子拿着一堆纸箱还有纸张 塞进金炉里面堆得比金炉还要高 从好几个角度点火 等到冒出浓烟出现火光才终于罢休 站在远处继续观望 火越烧越大附近邻居惊醒 以为发生火灾急忙报警 警方到场后金炉里的东西还在持续烧 碎线还起火掉在地上 等不及消防人员抵达 远警赶忙拿起一旁的灭火器灭火 事情才终于落幕 清晨的时候这名男子就在这个角落焚烧东西 但这里有杂草 因此一旦烟烧相当危险 但是因为它是烧在金炉里面 所以不算是公共危险 事发在22号清晨四点多 台北市万华雅江街上 36岁的男子特地拿废弃的纸箱跟纸张 走了一段路到路口烧东西 问他原因也说不出来 情绪还很激动 最后被警方及救护人员包围 强制送往医院治疗 警校询问一次两天都来这里烧东西 男子也坦诚 他强调自己只是在烧个人物品 但特定走到指定地点 这么一烧邻居都闻到味道惊醒 幸好这把火没有延烧 而警方也认定火在金炉内烧 没有颇及其他地方 并没有将它送办 居民只希望它被送医后 可以别再来放火 造成恐慌 TVBS王就是会与台北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